单人生存第十二期 大家好,我是小易 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手炉竹子 以前遇到最少,我背包里还有斧头啥的 这漆出来的匆忙,搞得见都带了 唯独没有带斧头,刚开始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竹子手炉不了,我也来不及做斧头 你跟小逆尸真的很烦爱 等我将竹子炉够了,我保证陪你好好玩 现在,我先插点火把 然后给这个逆尸送回家 咱们就可以专心炉灰竹子 你碰都碰不到我,还想要抱抱,回去吧 好了,逆尸小兄弟送回家了 现在咱们开始干正事,收集竹子 好不学,一天到晚就设设设,回去吧 又送走一个,咱们继续 好了,竹子差不多够了 接下来,就是你们这些怪手的时间 我擦,居然还有小飞 这玩意,是我最烦的怪,没有之一 容我先站上这个睡帘 然后想想,怎么无伤命 我擦,我本不想欺负你 奈何你要送连夜球 那我收下好了 终于给烦人的史莱姆送走了 现在到你了 小飞,咱们先用三叉几斤露她过来 陆地上可能我会被你送走 但是在这水边,就是我欺负你的资本 终于给烦人的小飞送走了 可惜,没有掉墨油之眼 烦人,我也不想活了 我想回基地了 咱们来最后一波冲锋 干就完了 回来了,咱们先睡觉 村民不睡,我自己睡 又是新的一天 该为村民解决睡觉问题 既然你们不想在二楼睡 我就满足你们 二楼等以后再加床 或者我会重新给二楼改一下 拿下所有的床 咱们来一楼 床不好了 等会我再做几个 我都迫不及待 想看你们整整齐齐睡 一排的样子 床都会再做 我先给竹子重手 等它们长起来 我的基地一定会美观不少 而且还能有无限的脚手架 可以用 想想就美 说干就干 just a sea but they never conquer this way oh 忙活了半天 终于种完了 咱们现在再给香绿和种什么 这玩意虽然没用 但好看就行 至于现在 该增加床位了 捕了一天的羊 也就整了五个床 这效率 看来后期得搞个农场 床位增加好了 楼上放了两个 如果他们不睡 回头就我自己睡 兜兜转转 天又黑了 我也先睡觉了 这一家人就该躺得整整齐齐啊 不管了不管了 我也先睡 该搞的都搞了 现在该为村民弄个保镖了 最少回头等我出去了 农村不至于被怪物袭击 以防万一 我就称你为守护者一号 OK 这期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就该出去探索资源了 感谢观看 感谢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